8.8.8.6 幽密感一滴脸 哈喽,这里是幽密感一滴脸 大家好,我是阿甘 我是悠悠,哈喽 哈喽 我们自从有那个画面之后啊 我发现每一次录的时候 花的时间会更多 哈喽 因为我要化妆 没有,第一你要化妆 第二我要setting 还有,因为我们从上一次录的时候 我们割两个礼拜了 还是三个礼拜 因为我们上一次录的时候 哇,一下子就录了三集 对 所以其实我们有三个礼拜 是没有录幽密感的 然后我刚刚这台东西很陌生 因为我现在要跟大家说 我们录的时候 我有透过录Broadcast 然后录那个Clubhouse 然后有时候录我跟Roland的 然后我跟老婆的setting 每一次都不同 然后我在刚才想 哎,为什么有些东西没有的 有些东西有的 然后线为什么变短 我觉得啊,你就是要先把它记录下来 才不会乱 哦,尽我的努力了 哈哈哈 好,那我们回到今天 我们是什么样的主题呢 我们今天开始啊 想跟大家多一点互动 就是观众们 所以呢,我们就开启一个东西 就是玩心理测验 哦 哦 然后呢 但是因为这个是那个 呃,呃,呃,用中文 所以主要是靠了老婆 因为我怕我讲出来那个主题 然后大家说 到底你在讲什么 因为有太多人不懂我讲的中文了 我,我开始有听众跟我反应 就说,迟迟他在听悠悠的事明明听得懂 然后这为什么听阿改都听不懂 但是悠悠又听得懂阿改在讲什么 对,这个就是我 这就是我厉害的地方 不是 是我们的一个默契吧 这是默契吗 那算是吧 好,来咯 那这一次的主题 迟迟啊,我跟大家说 这一次的主题很适合悠悠 哦 因为因为他常常在我们没 还没看这个心理测验 之前常常都问我 他说,老公,如果有一天啊 我遇到一些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 你应该会怎么做 我们应该怎么做 然后他就一起说 啊,我一定会 你说一定会什么 你会放弃 你会不会逃烂 因为逃不掉啊 你要想的是末日 末日的时候你是逃不掉 那你会用什么方法 没有,因为末日 迟死也不知道真的会不会发生啊 所以迟死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 你就觉得哦,那既然都是的时候 那就放弃啊 不是,因为我当初有问你说 那如果会死掉 你会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会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是要直接面对 还是可能你会做一些方式 掙扎 就是掙扎 不是,不一定是掙扎 可能是就是睡着啊 或是什么的方式 就自然死 哈哈哈 哎,大家先决条件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呃 不是不能不能制造哦 哦,当然啊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今天只是在聊 呃,遇到的状况 嘿 对对对 嘿,好了,那我们这一次找到的磁石 呃,它有一个制算方法 然后我们会把连级放在我们的呃,呃,呃,那个后 继续栏下面 好,它上面呢 会有一个累积方 累积方式 嘿 的那个分数会在那个 到时候我们会把它放在资讯 资讯栏里面 哦,你都开始给我影响的 哈哈哈,我整个有点紧张 好,那我讲一下主题好了 它是说 灾难突发时 你的生存能力指数有多少 对,其实它大概有十题左右 你就自己继续玩 然后就每一个大家 比方说他会说 啊,遇到什么状况 你到底有什么反应 你看到什么东西有什么感觉 全都是问这些问题 然后呢 其实我跟我老婆呢 现在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答案 因为他总共有A,B,C,D 四个答案 对 然后呢 我先问我老婆 是 你觉得 因为它是从 呃 较强 较强 两个是较强 然后 两个是较弱 好,我分析 我讲一下好了 哈哈哈 它有 总共是四个嘛 A,B,C,D 然后A的部分呢 在生存能力极强 最厉害的 对,最厉害的 那B,生存能力呢 较强 嗯 所以它就是第二个嘛 那C,生存能力较弱 好 然后呢 哈哈哈哈 到底是G肉还是G肉 好,好 你可以讲一下 跟观众听众分享一下就是 如果是A的 就是如果你跳到你的答案是A的话 是 是 极强 它的呃 分析是什么 可以讲一下吗 呃 你懂的基本的逃生技能 嗯 过人的第六感 也会帮你做出 预 呃 精准的 判断 嗯 再配合你 为 入围的观察力 这些都能大大提高你的生存能力 嗯 此外你也具备了 强硬的意志力 让你不怕 遇到任何的 艰难 跟险阻 嗯 加上你的体力过人 反应敏捷 让你遇到那个危险的时候啊 有绝佳的自救能力 OK 哦 这个就是极强 至于如果你 你是二十二分 呃 以上的人 嗯 大部分是这个 好啦 B 就是叫强的话 那会怎样呢 你可以讲一下咯 叫强 呃 B的部分 嘿 它就是 你是一位 在面对困难 会越错越勇的人 嘿 所以你的生存意识能力呢 也是极强的 嗯 面对危险和困难 不会轻易放弃 嗯 你有个 灵活的头脑 嘿 然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可以 其实跟A很像耶 有一点像 对 迅速的解决之道 你可以想出解决的问题 方式就对了 OK 只是可惜呀 你平常缺乏锻炼 嗯 在面对危险时 有很可能的呢 你的行动跟不上你的脑袋 OK 所以 呃 他这边其实还有建议我们就是 如果你是B的人 就是平时 有呃 要有空就是要多多训练 嗯 然后争取就是做个头脑发达 四肢发达的人吧 哦 所以其实挑B的就是四肢 可能不发达 只是头脑发达 对 OK 然后到C了 C 是叫弱 叫弱 叫弱 好 C的人呢 你的 呃 你经历的人生风雨还不够多 嘿 导致你面对 紧急情况的时候呢 不能做出清晰的判断 嘿 加上你身体的素质啊 也是压奔奔罗 压奔奔罗 对一般般 所以面对突发的灾难 你的生存能力比较弱 嗯 但但是还好 你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在呃 窘困的时候 都能帮助你挺过难关 难关 难关 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嗯 所以提醒你若无法做出最佳的判断的时候 就是找个 你值得信任的人走就对了 OK 就是跟人家走啦 对 哈哈哈 然后 好 到D了哦 D的生存能力 极弱 嘿 D的人呢 你平时就是宅在家的宅男宅女 嗯 手无 搏击之力 我突然不会讲这个 陈宇好逊啊 好 我是 陈宇很烂的人 好 既然 呃 没有 能够 抵挡一些危险的强而有力的身体 嘿 也没有遇到灾难良好的应变能力 然后加上你的悲观情绪 哇他好可怜哦 对 哈哈哈 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 你就是脚下生根 嘿 再也跑不动 走不动 哦 所以呢 他奉劝这样子的人 好可怜哦 你就是要多去锻炼你的身体 嗯 然后呢 如果你躺在家里 看电视 玩电脑 你不如 的时候 对 不是 如果你都是这样 就是你平常是这样的人 嗯 你倒不如呢 多学一些 遇到危险的时候的 基本逃生 嗯 技能 因为如果你宅在家里面 看电视 看电脑 也可以学到这些东西 只是 尽量去吸收 不是去玩游戏 嗯 不是去看 偶像剧 哈哈哈 OK 好咯 那现在呢 其实为什么 我觉得每一次有 比方说在外面 大部分的心理测试就说 啊你挑A 你挑B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要反过来 就是先给你知道答案 然后就猜 你是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对 然后我就先问老婆 你 你已经听完四个了嘛 你觉得 你老公 我觉得 我觉得 你是你觉得我是什么呢 我觉得 嘿 你应该是A 我是A 就是头脑 跟 行动力都OK 因为 你的反应其实蛮快的 嗯 然后加上我觉得你的经验能力呀 就我说的 昨天 昨天晚凌晨 其实是今天凌晨 因为台湾就发生那个地震 然后我老婆呢 我第一次看到她 是反应比我快 因为她说地震 然后我说哦地震 我的反应是哦地震 然后我老婆说 哎 要躲起来 我说躲去哪里 哈哈哈 她还不是躲去哪里 她就是完全 躺在床 就一直在安 就是安抚我 然后 对啊 就一直躺在床上 我就想说 What the 你知道吗 其实因为昨天的地震 是有 有一点点上下的 然后其实 呃 其实台北有四级嘛 呵呵呵 对 所以 其实晃的还蛮大的 呵呵 然后她整个人就很悠哉 因为毕竟香港是没有地震的 哦 好 但是重点就是 我为什么会这样觉得是 如果在逃难 嘿 她说 比较像 因为 你对于地震 你可能还很陌生 我还没有那个 那个概念 对 但是我就让你知道 哦 我们以前有发生很大的地震 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你 你就会去决定说 哦 那我们下次遇到地震的时候 我们要躲到哪里 然后准备水 要急救包什么的 但是 其实我 我有感受过啊 在我们在日本旅行的时候 有一次啊 那次算是也是很大的吧 但是 那次在吉野家 砰砰砰砰砰砰的那次 对 但是 你还是一样 可是我还是一直在 我还是一直在观察 就是我觉得 香港人 对于地震 可能反应没有办法 这种天灾 因为香港 就是说真的是一个浮地 比较不会有遇到这些状况 只会遇到台风而已 所以他刚刚讲的 为什么 我 如果有看YouTube 我一直在笑 只是我认同 但是我昨天的行为 我又觉得 只是我好像不是哦 对 但是我们现在 就是 那个游戏啊 这个 这个 就是要让你去了解说 你本身 嗯 人的个性 对 对 你的反应 所以你 我在你心中是A的 对 好 是A的 但是如果是真实 生活当中 像昨天那样 我觉得呢 应该就是低了 我是说真的 而且他真的太 太悠闲啊 我是说哈哈 悠闲 就是 哦 我觉得 你到底在干嘛 我说 对哦 他就是这个状态 大家要知道 他昨天就是这个 我反应很快 我是赶快先 先下来床旁边 然后 现在看的 YouTube的朋友就看得到 我是在床下 他还在床上 我还在 躺在那边 然后我想说你在干嘛 因为 其实我跟大家说 我是有感受到 然后我是感觉到 他有症 但是因为大家要知道 在床下面震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点点 圆 圆 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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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感受没有超级大 然后就好像玩游戏的时候 就搖搖搖搖搖 然后我老婆的反应就是说 立马捅在地下 然后就说 直接跑到床下去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 Touch wood touch wood 真的发生的时候 其实香港人是比较笨 你变成 因为他没有这个反应 你们有经历过的话 就会知道 其实要 精醒起来 因为 因为其实 你们都可以在网路上面 找到一些 就是 当你遇到地震的时候 没有不同的 老婆 因为看 我看这么多天灾的 其实我有看很多书 说天灾有怎么讨论 但是你 你那一秒 其实还是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尽量 就是你只要遇到这个 你就要干嘛 好 所以像我们昨天就有讨论到说 哦 这样我们可能就要把床立马 对 拉出来 拉出来 然后盖住自己 对 然后 比方我们家的门很大很重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时间够的话 其实要去开门 然后就是直接在那个三角的位置里面躲 对 那个就是 如果我们要一直讲地震 我们就讲这个东西 然后又有的感觉我就是A 然后我的感觉 其实 他应该是 他应该是D的 虽然我不承认他是宅男宅女 但是如果是我的印象中 他是很逊的 因为第一我们平常聊天 他就说都没办法 倒不如死啊 然后有时候我跟他说 那个比方说他 我没有说过如果有Zombie 就是跑很快的话 他就说 哎 你就把我掉下来啦 因为我如果我背他 因为我说我背他 然后他说你放下我一起走 因为两个人就会更慢 我说要拼啊 硬要走啊 然后又有时候说 啊算了都走不掉 所以如果我是单看答案的话 我觉得你思是很很 如果广东话 你刚才是说我D 你是D 因为如果在C 如果在分grading的话 C A 呃 C E C 2 C 3 C 3 你一定是C 3 就是贴近D 你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 因为如果你要硬分 其实你在C跟D中间 但是也偏向D 你去吃大B 好了那那迟迟大家也可以再看一下 你竟然这样觉得我是这样的人 难道你是A吗 哎 我要讲的是 就是因为我们通常平常在讨论的我们并不是在讲说遇到这种 我是说如果今天是真的逃不掉 如果是我我觉得 但是你会被避难吗 没有是你真的已经逃不掉了 你求生能力很强吗 比方说如果很简单 你突然遇到电梯坏掉 然后就困在你们 咣咣的那种 我会想办法 其实我的反应 我觉得我的反应应该是不错的 应变能力 然后如果他开机 那种好像掉下来 你会做什么 我会躲在最边边 然后勒 就是保护头 然后勒 蹲下来 然后勒 就其实你已经做错 做错第一个了 是吗 你死了 哈哈哈 sorry 你死了 你第一个你靠近那个电梯 但是要斜斜的 然后你的最 斜斜的 就是不要站到直的 不要完全天 不是要蹲下去的 都不行 因为你要 好,等一下 我们重点不是要聊这个东西 好 没有,我顺道跟大家分享 每次都在聊这个 聊到已经主题都不见了 我要分享一个东西 因为其实你这样子的话 然后其实最主要你是施盖 施盖 对,你要斑 施盖 斑蹲下来 就好像你平常做那个什么 做那个 我不知道 那个深蹲的那个感觉 然后有一点点 因为啊 那其实我们人 整个人的弹性啊 最大都是施盖的部分 但我的膝盖不好啊 没有 都要做啊 要死啊 然后呢 因为 磁石 你保护你的头 其中一个部分 但是大部分 这样掉下来的话 就 砰的那种的话 是你的脊椎断掉 然后你的神经断掉 但是你刚才应该要先讲的是说 这一台已经要掉下去了 可是我想 那种啊 但是这种东西是 其实你也要先赶快先 按那个剪辑 当然了 对啊 但是我说 所以第一时间 如果你做完这个东西 听到那个电影 咿的那时候 就感觉快要掉下来 你第一时间 就要做我刚刚的 是因为有有科学家说 这个最好 因为你这样会不死 但是会中伤 你那个就会死 你你懂差别吗 所以这个 好 哇 但是如果中伤 好 没事 这个我们之后再聊 要不然要聊很久 那那我们就讲答案了 好 你先讲 你最后玩完这个心理测验 我玩完这个心理测验 A 我是B 你也是B哦 你也不准哦 那 这是B 诶 对啊 我是较强啊 我24分 你24分 对 诶 最好笑是什么 我22分 哈哈哈哈 所以我在 但 但我 我要讲 我并不是 我并不是四肢八达的人 诶 我 我 诶 我看一下 对 他是说 头脑八达 四肢八达的人 但是我现在在B的话就变成是我头脑 头脑 发达 四肢简单的 对 不发达的 所以刚才 刚刚我做完这个测验之后我就发现 嗯 这好像有一点点 准哦 不准 哈哈哈哈 那 你自己也心虚了 所以你根本 你根本就不是 但是也算准啦 因为我现在没办法跑得那么快了 哦 所以我虚心接受 对 因为 因为我 迟迟我看完答案之后 我是A跟B的中间 因为我 你知道他最好笑是什么 他说我最近的缺乏训练 我是有感觉 但是只是最近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不算 对对对 但是说是OK啦 我觉得是OK 你觉得你在中间 那我不就比你更偏A了 你不是 24分 你顶多是PINC PINC 哈哈哈哈 没有 我觉得 其实啊 有时候我们 呃 因为 其实为什么我们生这个话题出来呢 其实我觉得 大家有时候夫妻之间呢 有一些有的没的常常讨论 然后有 我们这真正常常会讨论 说啊 我如果遇到这个状况 比方说 我们有讲 因为我老婆很喜欢松鼻 她很喜欢看松鼻 也很喜欢看恐龙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会追人的 咬的 然后我们常常会说 哎 如果这样子的话 有时候她比方说 她走路突然膝盖痛的时候 我们就会突然讨论这个话题 啊 说如果发生这个状况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第一时间大部分都说 我说会抱她还是背她 然后她就会说 算了 你就放我在这里 因为我太胖了 你根本跑不动 哎 她常常也会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 这个也是情侣之间的吧 我跟你讲 在台湾就变是 我骑机车赛呢 啊也是 哈哈哈哈 哎 问你一个问题 老婆 如果真的是灾难的时候 你看到 比方说 一个龙卷风 你看很远看到 那个龙卷风 快来了 但是 你现在只能开车 但是你不懂开车 你会跑 还是开车 因为开车 但是你会花时间哦 你会开 就 你也不知道怎么开嘛 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吗 对 前提即下 你不懂开车 你也 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 没有啊 那我会先跑 然后找 找机车 没有 我还是要找机车 就是找我 我能让我代步更快 或者是 我先跑 然后看有车子 我可以上去 我就上去 就 就大概 还是先跑 对 对 因为我也是 因为我 这个东西我有想 就是如果 突然后面有一些 比方说 松鼻也有 恐龙也好 就是 是有距离 有一点点距离 然后我是 因为我懂开车 但是我也是 不会立马向车去开 因为 我 我觉得啦 我自己觉得 如果我跑的时候 我可以走的地方 会更多 比方说 我走到房子里面 如果前面有房子 有些打开 我可以立马去 但是如果 我上车 结果 没有钥匙 还是他打开不动 然后遇到这些东西 我是在原地 然后我才下车的话 我就会更晚 不是 因为其实你还是要 你要先把你的 因为你提出了这个 想的状况 对不对 那就要提出来说 有没有哪些东西 你才可以去做决定 没有啊 我是第一时间想 我尽量都是先跑 我相信自己的体能多一点点 不是 因为像我的状况是 我会先看 今天我是真的没车子 所以我 我刚才好像离麦克 太远了 就是如果 因为我觉得我 突然讲这个 我常常会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对 就是 我觉得我的反应是 我会看当下 当然啊 对 所以 因为 现在这些都是 假设 对 因为你刚才提出来的感觉 像是 我这边现在是有一台车子 我是可以开的 但我不会开车 那我当下我会决定开车还是跑步 那如果是我 我当然就会觉得 那我会先try try看 因为你说有点距离 可是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 我就赶快跑了 嗯 可是如果 是你后续现在提出来的那个状况 嗯 就是 呃 你可能也没钥匙 好 然后车子也不是你的 你还要边找 那你倒不如 哦 就是跑 跑 然后找一些可以避 避起来的地方 对 如果是我 我会用这样的方式 嗯 我也是会 所以呢 这一次 我们这一集呢 就是跟大家互动一下 大家也可以看看那个心理测验 然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说 你觉得准不准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心理测验 呃 大部分人呢 看到好的东西就说准 看到不好就说不准 尤其我觉得 呃 听Podcast的朋友们 嘿 如果大家很喜欢这样心理测验的 互动的话 嗯 我们这个主题就会一直做 对啊 对 因为 呃 我觉得心理测验有时候蛮有趣的 因为 蛮好玩的 呃 迟迟我们做这个节目一阵子 嗯 然后大家迟迟 呃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 也会看到了解我们之间 然后有时候我们去回听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在po出去之前 我们会听一次嘛 然后我在听的时候也会多了解 哎 到底我老婆是怎么样的 我到底是怎样的 嗯 因为我们 嗯 因为我们实时 当然呢 现在这个世界大家都会那个玩手机比较多 对 但是我觉得 聊天沟通还是很重要 嗯 是蛮重要的 对啊 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了哦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我们 你们可以在下方 然后就自己去玩一个心理测验 那也可以把你的答案 觉得准不准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继续会做这个系列哦 你们也可以提供一些 你们觉得很准的心理测验 然后换我们两个自己来测验 看我们会不会继续吵架 好咯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跟Broadcast 第一时间当然要订阅我们啊 Broadcast也是哦 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Apple也好啊 Google也好啊 他也是有Subscribe 在关注这个部分 然后YouTube的帮人 你们要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也要打开你的小铃铛 第一时间有新的影片 新的Broadcast节目 第一时间就会通知你哦 是时候赶 拜拜 拜拜